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的一个品牌忠实度 那自媒体呢就用一句话来概括 说贵不是他的问题 是我的问题 没钱买是吗 对 那是我的问题 又不是这个产品的问题 那所以说啊 也是要渲染他的一个魔力 那凭什么呢 能够把这个东西卖出十倍的一个价格 他的唱词人詹姆斯戴森呢 也是给出了一个标准的答案 一个让你欲罢不能的痛点值多少钱 这句话其实也适用于 这个被称为商业上最成功的 发明家的一生当中 那么这个有日本的设计师啊 藤元大 他就说啊 这个生活是如此平凡 以至于人们很少意识到其中的问题 那么家电就是这样一个啊 看上去平凡 听上去不够性感的一个行业 但是这个行业 能将黑科技 时尚 炫耀性消费 这些名字和什么卷发棒啊 吸尘器啊 吹风机啊 联系在一起的 恐怕也只有戴森了 那么这就显示说 2018年中国吸尘器市场品牌关注当中 戴森是以23.6%的占比 是位类第一的 那么如今这个创始人 詹姆斯·戴森 他的个人资产是超过了138亿美元 成为了英国首富 嗯 那到底什么是戴森的一个核心竞争力呢 其实我们要先说一个故事啊 在这个1978年的时候 31岁的戴森呢 他是三个孩子的父亲 经营一家首推车的工厂 那为了清理仓库啊 他就买来了一台知名品牌的吸尘器 一开始啊 这个吸尘器很好用 但是清扫到一半的时候啊 就堵塞到了 不好用了 还弄到这个满屋子 都是尘土飞扬 那他呢 就向这个商家投诉时啊 这个戴森就发现 当时的吸尘器里呢 有一个一次性的集尘弹 用完之后呢 就需要更换 而且这个代价是比较高昂的 堵塞和这个频繁的更换吸尘弹 自然呢 也是令每一个家庭都觉得 非常烦躁的一个痛点了 但是市场上呢 没有更好的技术和替代品 商家呢 也习惯了啊 能够反复赚取吸尘弹 这样的一个钱 这个也是当时的一个社会现象了 哎 这个问题就来了 为什么说这些问题 长期没有人来解决呢 如果你往这个痛点背后来追踪啊 这个本质 其实是在于这个市场上的吸尘器 所采用的这个马达 都是采用这个采购 来自第三方的碳刷马达 就是以互相接触的方式啊 来推动这个马达的转子 来进行一个旋转 那这个就容易导致磨损和吸力的减弱 也就是说啊 你想要从本质上来解决 这个吸尘器的使用痛点 就要解决这个马达的问题 而这个只能是回归到 空气动力学的层面 所以啊 这个戴森就当时就决定 要打破业界的惯例 来自研自产 哎 那我们就看看它到底有没有成功啊 其实是做了几百个模型之后 都没有成功 但是呢 戴森呢 当时就卖掉了手推车工厂 卖掉了专利 甚至是把房产都抵押 来筹集资金 那五年后呢 是经历了对5126个原型机的分析和否定之后 第一台切换式 磁组数码马达X21是出事了 这种马达呢 其实就摒弃了我们刚刚所说的 传统的碳刷设计 马达的一个转子呢 不会与任何的物体来接触 也就是说呢 这个吸尘器的吸力啊 不会因为磨水而减弱 加上啊 马达内部的这个电子元件 被重新的整合 不再需要大型的一个电容器 来稳定电压 马达的体积呢 也被大大的缩小了 那么1993年的时候 戴森在英国是推出了 售价高达200英镑的真空吸尘器 DCOE 那结果是迅速的席卷了市场 那为什么整个市场 都在采用一个贴牌采购的方式 戴森他却敢花整整15年的时间 背上了一个巨额的贷款 也要对马达这么一个部件 来进行改造呢 这个其实就是一种典型的 本质思考的方式 如果说永远都在做一个 类比式的思考 戴森将和自己的同行们一样 可能是陷入了对于外观啊 还有这个吸尘带等等 这些不太重要的问题上面的一个创新 但是他是用这个物理学的角度来看世界的 一层一层拨开事物的表面 是找到了这个痛点背后的本质 再从这个本质一步步的往上走 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所以说啊 基于这种从头想的一个思维方式 这样的一个思维模型 它是一个第一性的原理 那与戴森发明颠覆式的吸尘器 类似的呢 其实我们也知道 比如说像有这个乔布斯 用同样的一个方式 是颠覆了手机行业 那马斯克呢 也是生产出了特斯拉 其实啊 第一性原理呢 也就是将这个耗变成外的一个能力 比如说我们家里有文字的时候 你的第一反应就是说 怎么能够消灭这个文字 那这个呢 对 这就是耗 怎么样去处理掉 如何去做 但是呢 这种思维方式啊 其实它没有从这个办法 就是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 如果从耗到外呢 你就会想啊 为什么家里会有文字呢 最后就会发现 哦 原来是这个纱窗破了 把这个纱窗补上 才是一个根本的解决方案 哎呦 我才知道我原来我这个 打文字的这个方案 是多么的愚蠢呢 那么在BBC的一场采访当中 戴森说自己的哲学 其实只有分三步 第一就是要找到一个常用的物品 第二就是要分析 影响人们顺利使用它的痛点 第三就是要花精力来解决痛点 2018年戴森公司的利润 是突破了10亿英镑 比2016年是增长了接近一半呢 人们市场会把这家公司啊 比作家电界的苹果 掌握核心技术啊 产业好 体验好 工业设计优秀 还有就是贵 那么不过如同戴森的 这个产品哲学 知意行难一样 成就啊 戴森这样一家公司 也就意味着昂贵的代价 所以说高科技代名词的背后呢 是戴森每年会推出 大约15款新产品进行 这个进行中的一些研发项目呢 也大约会有40个啊 那2017年的时候呢 戴森每周是花费700万英镑 用于新产品的研发 戴森集团的一个研发投入 一般会占到利润的40% 远高于苹果的7% 那在发明出第一款 不需要集成袋的吸尘器之后 戴森是花了15年的时间 那超烟素吹风机上市前啊 在实验室呢 也是待了4年 即使啊将每年的利润的三分之一 都投入到研发当中 技术研发仍旧是需要 与时间为有的事情 这同时啊 也意味着对于公司来说呢 它的规模和资本 是有一定限制的 那么迄今为止啊 公司仍然由 詹姆斯·戴森 百分之百控股 那么进行家族企业式管理 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 作为一个私人公司 它可以把大部分的资金 都投入到研发当中 而上市公司则要面临着 短期利益的最大化的严峻压力 同样的这个家族企业 也是意味着戴森本人的精神 和哲学和意志 是完全决定了 这一家公司的经营之道 那么在这个71岁的工程师 所有发明当中啊 几乎是都贯彻着这个环境保护啊 降低能耗啊 更轻啊 更高科技的精神 嗯 所以说啊 成为一家永远走在 创新前沿的科技公司 太难也太慢了 开发有趣而优秀的产品啊 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 似乎呢 与这种追求及时满足的快节奏 互联网时代呢 是有着格格不入的 但是呢 戴森的这个哲学啊 其实呢 也是这个与及时的 毫不费力的成功 恰恰相反的 因为他找到了产品和行业的 第一性原理 并愿意为此呢 付出艰辛的努力 以及呢 是常年的坚持下去了 嗯 不知道为什么 今天说完这一期话题之后 我突然间觉得这个吹风机 好像2999的价格 好像也不是太贵了 因为当中是 确实是包括了这个戴森 他们自己的一个研发 所有的精力和时间 不过大家还是要理性消费 关键是要觉得 这个消费品到底适不适合自己 嗯 所以说啊 我们也是通过了 这样的一个故事呢 告诉大家 不仅我们要理性消费 而且一个产品的一个 优质的一个发展 也是需要啊 这个创始人的 不断的这个精髓在其中的 嗯 好 这一节的财经世界就到这里 感谢收看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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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